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近日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香港出路网上电台节目的目的 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是希望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 政府 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得不好 大家发誓一番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 深入探讨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浪浪去蜜 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以及建议我们每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能够令到这个问题真真正正解决 我相信 或者我们都会花点时间 讲一讲 因为我们似乎听不听 都听不到 经济共同费后的真正正解决 我们今天想说的东西是 讲这个免费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以前也讲过的 为什么我这次又要重复再讲一讲呢 因为我们这次很幸运 请到James G 就是朱企平先生 他可以这么说 在我认识这么多人里面 研究免费能源 是差不多可以说有 有切身的经验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很多人 去企图了解免费能源 大部分都是看书 看一些很特别的雜誌 或者Nexus Explorer这类的 这些雜誌香港也不是那么普遍 在我小蜜誌里面的人 会有机会看到这些资料 当然另外一个很常用的途径 就是上网看 如果你真的上网看 如果你把免费能源 就是free energy 我相信 资料是多到你 你看成功也要看 在我过去 自己也想过 在这方面都是主要在网上 看到 其实 这个世界上 过去或者近年 也有很多人 是已经 已经 声称 是他已经 做过这种 发动能源的工具 问题就是 既然有这么多人 在过去 是曾经 是制造过这种 工具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呢 我们 对一般的大众 这个资料 这个信息 一直都未接触得到的 起码 大众传媒 是很少提 的 当然 我们的解释 其实 免费能源 是一个 有很大的 来源资料 来的 来源 不是说 有 我们的人 的问题 完全解决了 因为有很多 我们未曾想得到 可能发生的问题 这次 我们把这个话题 在之前 已经放了上网 已经有位 听众 他用自己叫 热心的听众 Deeple 我记得Deeple 以前也有 来讯 他就知道 朱麒平先生会出席 相信 金珠 是香港很多人 都认识的 因为他在这方面 他可以这么说 是一个 可以说 是比较有 权威的人 因为他真的是 撤身研究过 他自己是美国UCLA的 是读 Double E 出身的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出身的 他自己也在这方面 过去一直 亲力亲为企图 去发展这方面的 能源 我们接到 Deeple的来讯 他又提出一些问题 他说 我希望他 当然 说多于免费能源 他提出说 我们认识 所谓的热力学 是Therbal Dynamic 热力学 基本上 是一个 相当严谨的科学的论证 他认为 是永动机 即perpetual motion 是会议不能够 发明出来的 能源是不可能 会无中生有的 我一般的教科书 都是这样说的 但是如果假设真的有外星人的时候 很明显 他们的交通工具 在太空 这么长的路程 来到地球 他要是有带出燃料 即是他带出燃料 可以开地球 探望我们 接着有足够的燃料 回到他那个星球 如果不是的话 他很明显 一定有一个很有效率的 发动能源的方法 或者他可以在我们的宇宙的大气 或者宇宙的能量面 是可以制造一些的能源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虽然说 讲是讲免费能源 其实我们也不是 真的需要 无中生有的能源 只不过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宇宙间 是可以将宇宙的 可能是一个 一个磁力的力量 或者可能是 或者以太空船的牛油 我们可以将宇宙的能量 将它变成我们需要 推动太空船的能源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 我们也不用 免费能源 即是终生有的 只不过 使用一些 我们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 可以偷取能源 那问题就是 很多人会想 在这麽好的事,我们地球很明显,很多人类的争执和战争 都是为了大家争取能源 亦有很多过去古文化之所以毁灭了 都是因为能够得到的能源是用尽的 很明显,免费能源或者能否得到能源 对我们整个人类的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可不可以在这方面说一说 为何人要将这种所谓免费能源的科技压制 或者可以分享你自己身身的经验 这不是我们只看回来的 你真是遇到这些人,他们的经验是怎样的 好,首先是很高兴再回来电台的节目 就是说袁医生也有说过,Date Boak的email 就问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多谢Date Boak的email 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有思考的人 可以问到这些问题 我首先就尝试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 就比较详细的回答一下 首先,你这个email有几样东西 我就想说一说,我就有一些建议 你就说,不是有热力学吗? 热能学不是经过严谨的科学论证 认为永动机,永远不能发明出来 能源永远不能无中生有吗? 连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 你说得非常好 但是我就建议你 不要认为所有教科书说的都是对的 因为这个就是中国人有句话叫做 尽信书不如无书 你最好就对任何你在教科书学到的东西 都保持一个怀疑态度 这样可以使到你发现更多的东西 你说的那个问题 热力学,英文叫thermodynamics 它是有三个law of thermodynamics 第一个就是说能源是不可以无中生有 只是可以由一个form 转为另外一个form 这个law到现在为止都未被人推翻 第二个law of thermodynamics 就是说entropy 就是所有的能源都是由low entropy 去到high entropy 就是说有一个热的东西 和一个冷的东西 那些能源都是由热的流向冷那边 就不是反过来的 这个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到目前为止 其实已经是有科学家推翻了这个理论 因为他们发觉一个在microscopic environment 他们是发现过negative entropy的 phenomenon 所以这个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就已经严格上来说是被推翻了 至于我现在再说你first law of thermodynamics 我说的那个免费能源 其实今时今日已经存在 也很多人已经用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譬如太阳能 我们是不需要给太阳任何费用的 我们只需要有那些solar panel 就可以把太阳的光变成电 这个也是一个免费能源 那为什么我们对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惊讶呢 因为我们明白 原来能源的sorce 的来源是来自太阳的光线的 或者是风力发电 我们了解到能源的来源是由风来的 所以我们就不觉得很惊讶 那如果我说的免费能源 为什么又这么惊讶呢 因为没有人知道能源的sorce在哪里来的 换句话说 其实我说的免费能源 并不一定会违反了热力学的第一条定理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那个来源是什么 只不过我们现时的科学家 是未发现这个来源 所以我们就叫这个叫做免费能源 就好像是无中生有 其实根据我的研究结果 这个应该不是无中生有 我举一些例子给你们听 为什么我是得到这个结论 因为我研究过有几个不同的 device 包括一个叫做有个发明家叫Floy Sweet 是在美国一个Electrical Engineer 他就在general electric工作 应该是做巨型电的变压器 当他在那里工作了几十年 那时候他就发现有些磁力上的anomaly 即是一些不尋常的现象 那他退休之后 他就自己去作研究 那他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仪器 大致上我可以描述一下 就是两架磁铁 这架磁铁大约四寸乘六寸 大约一寸厚 是属于那种叫做barium ferrite 一种磁铁 这种不是强词 这种是 loudspeaker 那些抗音器里面 那种磁铁是灰色的 他就用两块磁铁一上一下 然后中间他有三个线圈 然后他就可以其中一个线圈 输入一个很小的signal 一个讯号 一个是 譬如是三十个mV 三十个microV 其实他不是用mV 他是用microV 即是一个很小的 sorry 三十个microamp 讲错了 amperage是很低的 很小的讯号 他居然可以generate 是一个很强的output 我再改变一下 我再说 都不是很清楚 应该是说 三十个microWatt Watt才是power power unit 它的output是超过 最高超过一千个Watt 即是 你看到power amplification超过一百万倍 这件事也是有人引证到的 我亦有这个video 我是从另外一个科学家 那个人叫做Thomas Bearden Thomas Bearden 也很出名 在free energy field 当时他就在Floy Sweet的家 观察他这个experiment 带了一个video camera 就去拍摄了 拍摄了之后 后来他就把这个录像 转到DVD 就可以买的 任何人都在网上去买 我就买了一个copy 我为什么说这个实例出来呢 因为这个Floy Sweet 他就留意到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phenomenon 什么phenomenon 他就 他start了他的device 之后 他就一直等他run 譬如点灯 点日灯 他就一直不停地 有他继续产生电 包括是晚黑 他就睡觉 开着了之后 他就去睡觉 然后到半夜 他起床去洗手间 他留意到 到大约三点钟的时候 那个灯的强度 是变弱了 他看了他的meter 他发觉 那个current 是drop了少少 然后到了早上 他再起床 又回到高 最maximum 那个current flow 这种phenomenon 在好几个不同的device 是demonstrate same property 即他自动有高低 就是周期 是的 没错 他就大约去到半夜 两三点钟 他会drop 他的output 然后呢 过了那个period 他又会increase 即是什么意思呢 就很可能 这个energy 是有个source 那么这个source 是有个周期性的 那么去到半夜 那个时候 他就自动会drop 然后呢 过了那个时间 他又会increase 那么这个property 在我研究的不同的device 是不同的device都有的 所以我就可以联想得到 其实这个energy 是有一个source 只不过那个source 现在的scientists 大部分的scientists 大部分的大学教授 他是不认识这个source 不认识这个source 所以变成了 对他来说 这个所谓free energy 是不可能的 其实呢 这个free energy 不是说 没有一个energy source 只不过 我们不知道 这个source是什么 不是好像 风能 或者太阳能 那些我们知道 或者是 海水的浪的能力 很多这些能力的来源 我们知道 但是呢 也有很多source 我们是不知道的 那变成了 就好像 哦 喂 你violet了 热力学的第一条定理 其实不是 未必是 以我的研究 应该就不是 没有violet 所以 这个就解释了 为什么 其实free energy 是完全不violet 现在的physics law 没有violet 我希望 我回答你这个问题 至于你说 如果有外星人 交通工具能源 从哪里来 你这个想法 也是很 对我来说很正确 我以前也看过 有些人 讲笑地说过 在太空没有加油站 那些飞碟怎么飞过来 飞到半老 他哪里要加油 换句话说 是 外星人的确确 应该是 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 所以 他们可以 无限量地 在太空四围飞 而不需要 去尋找 这个能量的来源 因为他知道 其实在宇宙 四围都有这种能量 所以某程度上 我们所谓free energy 的意思 其实不是无中生有 只不过 能量的来源 在我们科学的层面 严格的领域 是未能动缩 一个很简单的 譬如 以前说 我们人类是不可以飞 不可以继续飞 很明显 很明显 他不看得到 空气里面 其实是有实体的 我们可以用空气 推动的空气 可以将我们的重量 提升到 即是说 一般人想着不可能的 就是因为我们所看到 那个现象 所了解到 那个现象 是未解释到 所以我们经常说 免费能源 其实我们不需要 当是免费能源 只不过 我们是能够一种 无控尽的 宇宙的地方 可以吸水到能源 所以 如果我们这样看 我们目前的 所谓物理定律 这个轮症 其实我们未曾有 违反这个问题 好了 我反而担心安全的问题 譬如 你刚才说 可以由30 到1000mW 中间的 敏锁能量 这么厉害 如果我是一个很坏的人 我马上想 很容易做个炸弹 没错 你这个点 是非常非常之 valid 根据我那个调查 这个很可能就是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今时今日 这种免费能源 是被不同的政府 是压抑了的 是不让这种科技流传出来 就是因为他们都很害怕 如果有些人是掌握了这种技术之后 他们可以很容易 就可以做一个非常之大威力的炸弹 举个例 譬如好像原子弹 原子弹 原子弹 它为什么是 杀伤力这么大 就是因为它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 散发很多能量 那就引起很大破坏 如果我们将这个 控制了一个时间 让它慢慢散发这种能量 这个就变成一个原子核反应堆 就可以生电 但是如果我们在很短时间 将这些能量散发出来 这个就变成一个原子弹 就引起很大破坏 那么根据我那个研究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为什么所有国家的政府 是不想这种技术出来 就是等于我们现在很多政府 要阻止某些国家 去发展核能 其实是同一个原因 所以你在这个层面去了解 我们可以 为什么 我们迟迟看不到 是的 但是 但是 就是 好像我们现在处在一个 怎么说呢 就 英文叫做 chicken and egg situation 就是鸡和蛋的问题 就是我们如果没有了这种能源 我们就会污染地球 最后呢 就使到地球 变成一个废墟 人类也没有生存 如果我们用这种能源 又怕自我毁灭 就是有些人可以用了这种技术 造成一个炸弹 来杀 杀死地球的人 那我们怎么可以摆脱这个困境呢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值得去探讨 其实根本上呢 唯一的办法呢 就是所有的人 在地球上都愿意接受一个责任 什么责任呢 就是 不要用这种科技去杀害其他人 其实呢 所有科技呢 都有一个好处 一个坏处 所有科技都可以拿来伤害其他人 如果你 不是接受这些责任 答应不用这种科技去伤害人 譬如很简单 火可以杀死人 我可以烧你的家屋 你就会死 刀 我可以用刀来杀人 火药可以拿来 爆炸的山 爆山 也可以拿来做炸弹 就是 原子能 可以生电 也可以做核弹 就是 所有的技术呢 都是 有 好处 和坏处的一面 那如果我们 全世界的人 可以 尝试去接受这个责任 什么责任呢 就是 保护地球人 就是 不要自相残杀 不要用这种技术来自相残杀 我相信 这种技术应该 发扬光大 因为 有了这种技术 地球的确确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包括 污染 包括 糧食不够 所有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解决 包括 以后的外太空飞行 去第二个星球等等 很多的问题 我们可以解决得到 但是如果这个技术不走出来 我们是 是一个 死胡同的一个投降 迟早 我们就完蛋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之 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去探讨 免费能源 在我的研究里面 我已经确定了 这是真真正正存在的一件事 我已经 看得太多了 我自己 你 袁医生 刚才都说了 我是尝试过去做这个机器 很可惜我失败 很多人就问 你 如果知道怎么做 为什么还会失败呢 其实就不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背后的 科学的基础 现在是未成熟的 当你一件事 没有了基础的时候 因为你要明白 譬如我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 我做一个线路板 做一个线路板 你两个三极管 或者香港人叫做原子粒 两个原子粒 可能是同一个型号 但是你查它的 spec 的characteristic 可能是不同的 不是完全不同 而是差一点 可能这些差一点 就会影响到 你做出来的线路板 可以产生免费能源 还是不可以产生免费能源 嗯 在我们今时今日的 技术里面 我们认为 这种小小的 误差 不会影响到 但是可能 去到 那个层次的技术 小小的误差 可能引起很大的分别 所以 为什么我们用今时今日的 科学 那个水平 去尝试做这些东西 是很难成功 就是因为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完完全全 去重复 另外一个人做的东西 是没有办法 是100分 100分之100 可以重复 他做的东西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演变 那变成了 他可能做得到第一次 但是你去重复 你就不会做得到 除非你了解 背后的原理 或者你是做到 做了很多次 经过失败之后 你明白奥妙在哪里 我借这个机会 说一说 另外一个发明家 他叫 Steven Mark 他做了一个 能源产生器 叫Toroidal Power Unit Toroidal 意思是一个 水泡型 一个水泡型的 能量器 他做了很多不同大小的 有小有大 根据Steven Mark 他自己说 他做成功了第一个 他可能是乱打乱撞 做成功了第一个 他想再重复再做多一个 他试了超过一年 都没有成功 自己再做回都做不到 自己再做回都做不到 他第一个他都不敢拆 他如果拆了 我肯定会拆不回 所以他不敢拆 他就想再重复做第二个 做了超过一年都不成功 他说 如果我不是因为 已经有一个 已经成功了 在我面前 生电的 出电的 我自己都不相信 这件事是可能 他就因为 已经有一个 在他面前 已经成功了 在出电的 所以他知道 这个绝对是可能 他一直不断尝试超过一年之后 他可能摸到其中的奥妙 他就一连串做了很多 其他的大大小小不同的TPU 出来 所以这个例子 就是 illustrate 得到 其实做这件事 绝对不简单 那道理就很简单 因为背后的科学理论 我们是不明白的 所以 差一点点 就会 可能引致他失败 另外我又说了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case 在爱尔兰有间公司 这间公司的名字 就是 很难读的 Steron 我串给你们听 S-T-E-O-R-N 那你各位上网上一手 去Google一手 你就会找到这间公司的资料 那这间公司很 interesting 这间公司 大约在2005年 他们专门做些 他们是专门做些 那些 Electric Motor 很high precision的Electric Motor 好像是for security application 我忘记了是for what 微型发动机 有很多地方都用 譬如电脑板 电脑板 也用了很多微型发动机 微型发动机 是 可能是 他们的Engineer 也是无意中 发现一个很 strange 的 phenomenon Basically 就是fit into 所谓的 永动机 这样的 phenomenon 换句话说 它会自己产生 能量输出 是比较大的 那这间公司 作为一间公司 他们就很小心 那他们想 如果我就这样宣布出去 没有人相信他 这个总裁 他也挺聪明 那他在2006年 就在英国各大报章 登了一个头条新广告 那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们现在 工程师在2005年 在2005年 无意中 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 那他们说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现象是什么 但总之 我们觉得 能源输出是比较大的 那他就 那他就 登报纸 邀请全世界的科学家 去研究他们发现的东西 那他们呢 就将会付完所有的费用 食宿 机票 他们会选择所有 申请去研究他们的科学家 那些科学家 他会选择50位 好像我记得有50位 那么大 那么大 那么呢 他们登了这个广告出去 之后呢 全世界有超过5000个科学家去申请 嗯 那么呢 他说这5000个里面 有500个是真是Qualify的 嗯 就是真是有了些资历 有了些经验 那么 经过他们筛选 起码有500个科学家 是很有这个资历的 那么他们在这500个 挑选了50位 那么有2006年初呢 就请了他们去爱尔兰 住了在爱尔兰 就研究这一件事 那么他们说呢 2007年8月呢 无论他们研究出来的结果是如何 我们都会公布的结果 如果他们研究出来说 你这些是垃圾 他们会公布这个结果 他说绝对不会隐瞒 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是有很奇怪的现象 他们一样会公布结果 那么他选了科学家之后呢 就是个个都很兴奋 全世界就是研究免费能源 那些人都觉得很兴奋 认为哇 很棒 这次是吧 有一间公司愿意出这种资源 去邀请这些外面的科学家 去研究他们发现的东西 那么个个在那里 内心在那里等到2007年中 好了 到了2007年中 他这间公司 其实都不是2007年中 他正等到2007年8月 这间公司呢 就宣布结果 那么他宣布结果呢 他是怎样宣布呢 他就在英国 在伦敦 不知道哪间酒店 就租了一个很大的厅 就把他们的设计 就放在那个厅的中间 然后呢 整个厅呢 就设置了很多的灯 然后呢 就放了一些camera 不同的角度 对着这个设计 意思呢 就等所有全世界的人 在网上可以看到这个设计 自己会动 不需要能源 我猜一下 不需要能源输入 他自己会动 那么呢 全世界的人 可以选择不同的镜头 是以不同的角度 去看他的这个设计 整好之后 他们启动这个东西 失败 这个东西不动 很奇怪 首先你要明白 这间公司 如果他们 不是真的经过这五十个科学家 去研究 真是有这样的结果 他们绝不会 浪费这样的人力 物力 钱 去租一个酒店 在伦敦 来示范给全世界的人 他们肯定是空有成竹 但谁知道 到那时候 他们真的 启动这个东西 失败了 是 走不了 走不了 结果 他们最初判断了 可能是因为周围的灯光太强烈 引起温度升了 所以这个仪器失败 即是不懂得动 是 但是呢 他们搞来搞去 搞了几个星期之后 就静静地 就停止了这个demonstration 那我昨天 我也上过他们的网 看看有没有新东西 那事情已经发生超过一年 他们没有摆到新的资料上他们的网站 很奇怪 那在他未去那个酒店 在他自己的厂房 研究室那里 五十个科学家 很肯定是做到出来的 研究了超过一年 那是做到的 我估计他应该是做得到 要不然他不会将 就是会 当着全世界想公众示范 他这个device 他不会这么做 他不会这么傻 他我觉得 照你来想一下 现在做科学科研的人 我们那个记录都很好 起码的记录都很好 那现在今时今日 可以这么说 我们一定会用那个泄录 也设定他 是 那他应该是 洩漏过这个 我估计肯定是一百分之一百 是的 那起码 他可以这么说 是有五十个科学家 是 不同国家来的 是 是 是 证实 他当时拍出来的东西是真的 是 是 至少我有这个 证据 是 他可以买通 五十个科学家 但这五十个科学家 不同的背景 是 是不是这么容易 可以买通他们 呢 那你隔了买通 之后 而你又做不到这个 的器具的话 那 就算他们说是 是 其实没有什么 最后的价值 是 是 那 他有没有说 起码我们在厂房做到的片段 可以让我们看看 没有 这个就是奇 就是奇在这里 整间公司 好像突然之间就不说话了 没有放到新的资料上他的网站 没有做到任何的宣言 完全没有 他的网站没有更新的 已经超过一年 一些 好像 整间公司好像消失了 奇在此 奇在此 那 即是我们假设 他们可能真的受到 很大势力的威胁 那我始终觉得有五十个科学家 那在里面 可能有些是不怕死的 那些 可能是单身寡老 老婆子女 不会被他们威胁 那样 那我认为这些东西 也是很难 很难保他们五十个科学家里面 没有一个人偷偷地把这个信息 扔出去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其实他这个案子 全世界很多人是跟进的 是的 每个人都觉得很惊奇 突然之间消失了 那我 其实我 我就去估计 为何他当时 当日 应该是 成功的示范 为何他突然之间不移动 奥妙就奥妙就在这里 那我的猜测 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人知道 如果他那个仪器是懂得动的 那个原因在哪里 我们不明白那个科学基础是什么 那当我们不明白一样东西 那当时 假设 譬如假设 是某一个国家的特工 他们是掌握了这种技术的 他们也懂得如何干扰 你那个仪器的运行 他们很容易 就可能泊车在外面 在酒店外面 运行一样东西 使到你的仪器受到干扰 那你不知道 那个原理是什么 你被人干扰了 你不知道 你又查不到 detect不到 你因为你不明白 那个原理是什么 所以被人干扰了 你便知道 为什么好好的 昨天动的 为什么今天不动呢 搞来搞去都搞不动 那他们最后就放弃了 没办法示范 那至于他们回到他们公司之后 什么事情发生呢 就是一个迷 没人知道 要不就说 有人告诉你 这些科技 我已经有了 我们发展得比你更加好 但这个科技 背后有很大的 被人误用的危险 为了人类的安全 你都不要再搞下去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 没有所谓 人类会接受的 我都会接受的 因为始终我们看看 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 发展核武器 其他国家要想尽办法禁止它 那就是这件事 不是一个难以想象 难以接受的原因 那我就明明说出来 我们不能给你发展这件事 但是不行 有一个问题 你提出这件事是非常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我发现 这个免费能源 是会引起 一个 整个科学的观点的改观 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 以前是认为不可能的 是 你突然之间 你示范到是可能的话 那些人就会开始问 咦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以前认为 不可能 现在是可能呢 那么他们就会去研究 当他们一研究 这个科学技术 就会自然就会出来 现在为什么出不了来呢 因为大部分的教授 科学家 认为这件事不可能 当你认为这件事不可能 你不会去看它 你不会去研究它 研究是干什么 浪费 是吧 浪费我的时间精神 我想都不想 但是你如果示范到 喂 不是啊 这件事是可能的 有人做到出来 示范到 如果全世界的科学家 都会说 咦 是啊 真的可能 那么全世界的科学家 会开始去想 当这么多科学家 在想的时候 我估计 这个科 这个技术 这个科学 很快就会被人发现 一发现到 现在的世界 现在的世界 马上会改观 现在的势力 控制地球的势力 马上会减弱了很多 因为这种科学 我发觉 免费能源 和反地心吸力 是连在一起的 嗯 我刚才说的 例子 Floyd Sweet 那两个磁铁 中间有三个线圈 那个case 这个Floyd Sweet 他有说到 他自己 是去做实验 当他将那个output 那个输出 增大增强的时候 去到某一个程度 好像是一万三千瓦 一万三千瓦 我忘记了多少 except 突然之间 他听到很响的声音 并且他未去到那个output 那时 将他接近output 那时 他整个仪器的重量减低了 差不多起飞 嗯 所以呢 其实这些东西 全部都有个关联 那你想想 如果这个技术 反地心吸力 免费能源 这些技术一出来 当人们明白了科学之后 任何人都可以很简单 做一个飞碟 所谓的飞碟 是 可以四为飞 不需要翼的 不需要机场的 在你天棒都可以起飞 嗯 去飞到任何世界的地方 都可以的 你不需要去加油 那你想想 那些政府还有什么能力去管制人 是没有了那种能力 你还有海关吗 我都不需要经过你的海关 我不需要用你的机场 嗯 嗯 你幻想一下 嗯 还有啊 其实呢 我经过我的研究 我发觉原来 所有这些技术 你明白了之后 是很容易做到出来 已经有那些发明家 他们都made a comment 嗯 他说这些东西 如果你明白了之后 中学生都做到 你想想 是这么简单 我刚才说的那个 Steven Mark 他做那个设计 他做了很多不同的款式 有些款式 直接是 即是你能看得穿的 啊 透视的变了 是啊 他就是两个线圈 一个上面 一个下面 旁边有几个线圈 仔 是 是这么多了 里面连连只粒都没有一粒的 知道吗 就是换句话说 如果你明白了 你真的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出来的 嗯 这件事绝对绝对不难去做 问题就是你明白不明白 你明白背后那个 那个科学基础是什么 你如果明白了 了解了 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当这么容易可以做到出来的时候 政府怎么去管制这些人呢 是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如果每个人都自己可以做个飞碟出来 四围飞 全世界飞 政府怎么管制你 你需要什么要passport呢 不需要passport 我都不经过你机场 你又不可以用那个燃料来控制我 我不需要入油 是吧 任我飞 那怎么管制呢 所以呢 你看得到呢 是有个问题存在 就是换句话说 如果这种技术要走出来呢 世界一定会改变 嗯 现时 那个社会制度 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 全部都会变 没有可能是维持现状 一定会变 我们以前呢 都介绍过一本书 叫做《古老阳光的末日》 那个作者呢 是Tom Hartman 那本书他都说呢 其实古代的文明国呢 他们那个轻衰 都是因为跟他那个周边能够拿到的能源有直接关系的 那我们刚才说到呢 就说呢 如果我们能够有能力控制的能源呢 那这个能源呢 如果是被误用呢 我们会引发 成为一个很厉害的武器 那就是等于现在很多国家想发展那个核能的时候 那很多已经现有的国家呢 就会尽量阻止它 那但是另外一个层面 我们去看呢 其实我们地球上很多的争执啊 战争啊 好像那个伊拉克啊 以前的QA啊 伊朗啊 其实到头来都是争那个能源 那我们这样看 那如果我们真的因为能源的短缺 而所有国家呢 是要用去去争取这个能源 而当这个能源是成为一个很 即是不卷缺的的时候呢 那我们本来要争执的原因呢 其实都没有了的 那可以某程度上 带来那个太平 和平 如果这个世界的能源 是好像空气那样 人人都 周围都有的 那我为什么和你争呢 我自己弄两个圈 弄回去 没错 所以我觉得 就是 政府不需要太过 顾忌这件事 和这个能源被人 来自我毁灭 那其实很大的因素 我们以前的争执的原因 已经是没有了 那当然了 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的宗教的原因 很多战争都是 宗教之战 民族的仇恨之战 这个和你的能源 可能 我给你的能源 都没有什么帮助 你只会用这个能源 去毁灭不同宗教的人 所以 在某程度上 你都可以看到 这方面的顾忌 都会存在 但是有一件事 如果 当有一个宗教 其中一个小部分 他很恨其他人 他弄个炸弹 弄个能源炸弹 去炸人 但是他也要想 你弄个能源炸弹 去炸人 我也弄个能源炸弹 去炸你 所以 这个恐惧也令到 他不减乱用这个武器 现在我们为何 核能核子武器 的问题就是 有些人想着 有些人是不理性的 他们想着 我太自杀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怎么阻止他 但是那是很少部分的人 但不用多的 问题就是 我有少部分 这类的人存在 他可以用到 这么厉害的武器 他就可以毁灭整个地球 所以 其实我们所说出的故技 其实都有原因 有基础的 不是说 无谓的恐惧 好了 整个人都看到 我们也说 外星人 外星人给我们什么信息 其中外星人给我们的信息 他说 外星的科技 是不能够在我们人类 是 他叫做 solidality 就是 团结 团结的文化 未成熟之前 是揭露出来的 如果我们相信 是有外星人存在 当然 我们也接受到 外星的科技 一定是远远比我们 现时的地球 的科技 超越很多 而外星人 为什么不放 这个科技 给我们呢 就是他感觉 如果人类的团结 和 我们的善心 和爱心 是未足够的时候 这个科技 就会成为 很危险的武器 好了 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看到地球上的 战争不断地在 不只是能源战争 有很多是宗教的战争 是很多民族的战争 不同的民族 大家互相产杀 所以其实也是 可以看到的 就是为什么 这个科技 是暂时都不能够出现的 我反而不是这么看的 因为这几年 我们将会 经济都挺穷困 反而 战争会少了些 因为没有钱 很难打到仗 也有人这么说 战争会 会启动 经济的发展 和科技 已经有很多论调 我们没有战争 我们的科技 不会发展得那么快 有种这些说法 我们也有另外的角度 看到 其实很多战争 背后都是有些 国际银行家来推动 我上次介绍的一本书 《货币战争》 其实已经看到 我们在不同的角度 可以看到 人类的现时出现的问题 或者现象 其实不是我们一般 在大众传媒里面 可以得到这个讯息 或者我们学校的教科书 能够教导给我们 我们整个节目的目的 都希望能够提升 我们香港人 解决香港问题的能力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就可以动缩问题的根源 和了解的问题 是要不同的层次去看到 其实我想 我的看法就是 无论如何 这种科学技术 一定会出现 但是 同时间 人的质素 所谓质素 一定要提升 是 因为 缺一不可 你有了这种科学 有了这种技术 你个人的质素 好像以前那样 是很万环 无理 要杀人 这个世界一样会毁灭 如果这个科学 不出来 这个世界 一样玩完 所以 唯一走出这个困境的答案 就是 这个科学 出来 人的质素 同时提升 这个世界就有得救 因为你这两个情况之下 都存在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人 不会用这个科技 来自相残杀 这样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我想 就是 经过我研究这么久 这个是唯一的solution 你是没有其他solution 那么 这个技术 迟早都会出来 因为你的suppression 是有限的 尤其现在有了这个互联网 越来越多人拿到这些资料 那么 越来越多人 就自己去做实验 因为 其实我收到那些资料 就有些人已经有局部的成功 就是已经做到接近了 那么 这个是迟早问题 迟早就一定有人做到 那么 当这一 一有人做到 其他人最后重复到 那就 那就会传出来 很快 我现在其实 最近 也是有一个资料 你们各位 如果有兴趣 你们也可以上网 找的 Dr.Stiffler STIFFLER 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这个人是做一些实验 是很精细的 那么 他就发明了一个很简单的线路 很简单的线路 这个输出 输出 是比较大的 输入 虽然不是大很多 你就算大的 那么多 已经是 已经是 已经是证明了 这件事是可行的 那么 根据我看的资料 已经有其他人 是经过他的帮助 是成功 可以重复到他的实验 就是 这些东西开始就出来了 嗯 尤其因为有了这个互联网 互联网 这个帮忙 这些资料 越出就越快 越出就越多 那么 遲早呢 一定有人会有个突破 是很成功做到这些 这样的 设计出来的 是 那么 这些东西一做成功 就很容易就会出的了 当一出呢 就是 所谓 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 就是那个猫已经出了个袋 捉不回去了 是 那么 就会越来越多人去研究 那么 跟着呢 这个技术就会出来了 那么 如果到时 人的质素没有提升呢 嗯 我们将会一样是有一个很危险的情况 唯一个solution 就是 人的质素一定要提升 嗯 这样呢 我们共同呢 就可以建立一个 美好的世界 如果不是呢 就 一锅束 大家玩完 嗯 但我反而又这样想 当然这个世界 能源 是变成 免费 甚至是很低的价钱 很便宜 人人都可以享受 我们的看法 人类的看法 已经完全不同了 是 例如我们现在 我们的资本主义 啊 商业的运作 全部都以竞争为本 嗯 即是说 我跟你一起做的事 我要 我的东西好过你的东西 嗯 我才可以赚到我的利润 可以生存 但是 如果真的 林源是便宜到那么紧张的时候 我不需要跟你竞争 没错 全球人都够了 全球人都够了 甚至是 我的竞争 不是说要令到你 不能跟我竞争 没错 可能是我的竞争 是令到跟你一起合作 去做一件事 是更加好的 嗯 是 因为我们 那边的市场是无限大的 是 是 收益可以是无限大的 是 因为我们没有无限大的能源 是 是 甚至是 是 可以 做十元事 有 退休二十年都可以 是 真的 是 一个礼拜 一日工就行了 不需要五日 好了 由此来到去推断 如果我们有这个科技 人类自己的质素 会提高 因为人类看法 已经完全不同了 是 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还有什么人 我们想不到 是会重要反对呢 就是 很多都说 就是 常见的说法 就是 远时的 那些 就是佔据石油的公司 整个石油的工业 当然全世界的经济 都是 跟它有很大的关联 整个药厂的经济 化肥 其实全部跟我们的石油工业 是挂钩的 所以 有些人说 唯一一件事 就是 看钱在哪里 钱去哪里走 可以了解 是 石油的工业 是 不会欢迎 这种 这样的 干净 免费 或者廉价的能源出现 所以 可能很多 抑制的手段 都由他们来 但如果技术出来 你怎么抑制 你抑制不了的 当然 我们想想 如果我们接受 是有些力量 是企图抑制它 除了 国家安全的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动机 就是 既有的能源 供应工业 他们当然不想被人 立即取缔 但是你想想 其实 人的看法 是 旧市 今年208年 改变得很重要 我们经常认为 钱 越多越好 最好 所有的钱 都被我赚了 最好 但今次金融危机 我看到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 因为 太多的钱 在太少人身上 令到他们 亂缺 金融衍生产品 结果自己烧了自己 就算今次金融危机 过了 整个金融 都要想想 如果再用一个 集中管理一笔钱 例如 抢职金 公职金 或者 医疗金 退休金 集中在 一小部分的机构 我们认为 钱就越集中 在一班很聪明的人手上 就越容易 将那笔钱 都发挥 发挥得好 发挥得越来越大 但今次 这个金融危机 我明确 也很震撼 告诉我 是错的 是 你说得很对 其实 希望 全世界的人 当然是包括香港人 適用自己的脑去想 我们以前想的东西 是否真的那么好 还是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是否应该要 改变一下我们的思想 不要是要竞争 还是要考虑一下 不如合作 就不用竞争 我们一样可以超出自我 合作不是代表没有进步 这个我想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是一个故意做出来的误区 就是一定要有竞争才有进步 我绝对不同意这个说法 我认为合作一样可以进步 因为你可以自己超越自己 你不用一定要超越别人 你和别人可以合作 我希望这种新的概念 开始传播出来 等到所有的人都达到我刚才说的 是一种超越 人的思想是一个超越 知道原来 我们不需要 为了自己的生存 而杀害别人 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为什么 以前没有免费能源 好像是不够 你有的我没有 所以一定要跟你拼过 但如果有免费能源 不是 大家都可以有 如果大家都可以有 为什么还要自相残杀 这是不必要的事 如果全世界人都可以这样想 这个科技我估计很快就会出来 一出来之后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 但一定要全世界人都开始要思考这些东西 不要一味信了 一定要有竞争 我认为是不需要的 不是一定要有利润 我认为是不需要的 因为如果能源很容易 大家都有的 你不需要去考虑 你一定会有的 你一定会有的 你的生活水平一定会足够的 食物一定会足够的 不需要去抢 不需要去和别人打 但这个关键是每一个人的思想 每一个人一定要开始要有这样的思想 使到我们每一个人 做人方面一定要有一个突破 你如果没有这个突破 这个技术一出来就麻烦 但如果你有了这个突破之后 人与人之间应该 好像你刚才说 不需要有一个斗争 大家都可以一共同生存 大家都可以很快乐 不需要你杀我我杀你 这种这样的想法 我希望开始可以传播出去 好了 那我们时间都差不多了 大家希望可以体会得到 我们说这个免费能源 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只是说 有没有便宜的能源 给我们用 其实背后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OK 那我们多谢李永康 和朱企平先生 和我们今晚来分享这个课题 现在要先说拜拜 下个星期我们会再继续 OK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